欢迎来到透视两岸IonChina的单元 大陆手机轿车平台滴滴出行又出包了 继今年5月份河南空姐遭受到了性侵杀害之后 8月24号在浙江又有一名20岁的女性遇害 被害人在搭车的途中曾经传讯息跟朋友求救 但是找到人的时候已经是具冰冷的遗体 三个月来传出了两起命案 滴滴出行也发表声明全面暂停顺风车的服务 正值20岁的青春年纪 大陆浙江这位造型女子搭上顺风车后却再也回不了家 大陆轿车平台滴滴出行再出包 继5月河南空姐遭到性侵杀害后 8月24号在浙江又有一名20岁的女性遇害 她在搭乘顺风车的途中就曾经传讯息向朋友求救 这个师傅开的山路一辆车都没有 发了救命抢救然后给一位朋友 那位朋友很快就回他了 但是就已经失去人事了 联络不上被害人 亲友不仅立刻报警也跟滴滴平台联络 但第一时间滴滴平台却没有提供协助 四小时以后才提供讯息不会太晚了吗 当地救援队只能沿着被害人搭车的路线搜索 而大陆警方在事发隔天逮捕了犯案司机 司机被逮后供出犯行 但20岁的赵姓女子早已经遇害多时 被发现时双腿被捆绑 全身上下都不满血迹 而且根据警方调查 被害人遇害前被迫向嫌犯转账9000元人民币 这也证实嫌犯是恐吓取材 在性侵杀人 手段非常凶残 他当时是不是给他转过9000块钱 总办上只有去转过钱 不只手段残忍 其实嫌犯在犯案前一天 就被其他乘客投诉过 钟某在案发前一天 曾被顺风车乘客投诉 滴滴平台当时承诺 两小时内回复 但并未实现承诺 滴滴出行不仅第一时间处理态度消极 甚至事发前就切获投诉却没有处理 三个月内发生两起奸杀案 也让滴滴顺风车的形象跌到谷底 而且事发后 既然有滴滴的司机 在群组中说些不堪入目的话 更让外界质疑 滴滴根本没有做好对司机的素质管控 发生地的这个分公司 这边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些措施呢 但是都是那个总公司这边 面对愚人压力 滴滴出行宣布从8月27号起全面 预计9月份就能够上市 有望成为火锅的股王 不过就在上市之前 就先前爆出的食安问题 也持续在发酵 这让公司面临着挑战 市府空中甩面 手工拉面舞 宛如另类彩带舞 满满的海鲜火锅料 让人看得食指大动 以肉麻市服务出名的 大陆火锅龙头海底捞 日前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 准备在9月挂牌上市 根据招股处上显示 海底捞去年营收 高达新台币474亿元 净利润为53亿元 服务顾客超过1亿人次 市场预测海底捞上市后 将成为火锅股王 其实做好火锅 跟做好其他传统行业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秘密科研 它就是要把我们千百年来 所体仓的诚实经营 优质服务落到实处 海底捞正是进军资本市场 但就在上市前实案问题 又浮上台面 先前被媒体踢爆 位于北京的两家分店 卫生情况糟糕 就这都错 你看这上面蘸的油油 清不良 可能把那个 你拔到里面玩 那味可大 多只老鼠在冰箱底下乱窜 还钻到装食物的柜子里 数量多到赶都赶不完 还看到厨房员工 拿着客人使用的火锅勺 清理满是油污的肮脏下水道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另外今年六月 有消费者到餐厅用餐时 在调味料中发现苍蝇 向员工反应后 却遭店长要求 把照片删除 引起争议 就感觉那种服务特别好 然后吃到这个 就有点什么时候失望 当然登山 下次不会吃的 先后陷入老鼠门 以及苍蝇门事件 海底捞迅速道歉 并表示已经将厨房 进行消毒作业 希望挽救消费者信心 我们加大力度去排查整改 这种问题的话 可能不会出现 我们也是针对了一个 门店也成立了一个 这个整改小组 在里面 或一个产品质解的 一个整改小组 创业24年 在全球拥有超过 300家门市的海底捞 虽然以服务制胜 但再次出现卫生问题 说明公司在管理上出现漏洞 看来海底捞 还要花更多心思 否则上市后 可能会成为 压倒骨架的致命伤 记者综合报道